甘榜堤岸 又是陡湖沿海区域 最大的贫民窟 海边的木屋 随着人数的增加 紧靠在一起 殊不知病魔也在夹缝蔓延 他们家小 他们住得很密 如果他们有带那种病 传染病 然后在你的家 或者你的范围跟你一起 它是很容易可以传病给我 马斯达利一日放工回家 路上跌倒 自此卧床不起 后来他等到他病发的时候 是他非常的痛的 他甚至是抬脚 他就一整天都是痛的 他的形容每十秒钟 就是痛一次 在这段痛的这段时间 就是我们找了一些医生来 往整看他的情况 这样 医师的出现 让马斯达利看见了希望 他的马斯达利那些 全部都严重了 这几天他有发烧了 他们在这段时间里 是我们进入医院 但是他们不有机会 他们不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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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医院又找了一个 医院的医院 才发现到他 真正的是医院的问题 同一时机 职工从病原着手 这个药是我们从政府医院拿到 那他为什么会在这一个 没有证件的情况下拿到这个药呢 是因为他所患的病 是属于传染性蛮高的病症 这个药物是它的影响是要监督的 就是说每天都要有人看他吃药 这样子我们每天都要去询问 你定时你就是不能说超过时间 所以我们都是第一天和第二天 我们都是去他家 就问他早早7点就过去 你吃了药吗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进入 刚刚进入他的复健期 那么现在他可以做起来 其实他的复健才经历的 一次罢了 他现在可以做住 也不需要有任何的依靠 他都可以做 身在异乡 饱受病苦折磨的马斯达利 如今已慢慢康复 也成为慈祭月捐会员 发愿帮助别人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